来自深圳的儒家文化交响乐团任文宋 15号晚上在高雄志德堂进行演出 这次特别安排曲目献给高雄气暴的灾民 温柔婉约的音乐感动了现场观众 演出结束后团长也大方地捐出100万的演出收入 希望能为高雄气暴尽一份心理 优美柔和的音符 缓缓地流进现场观众的心中 每一个小节都仿佛在抚慰着 这一片经历了气暴以及淹水的高雄土地 安详缓慢的乐曲就好像在告诉每一位灾民 不要怕我们都在这儿 来自深圳的儒家文化交响乐团 15号晚间在高雄志德堂进行演出 这次的表演还特别安排了一首温柔婉约的乐曲 献给所有的高雄灾民 而演出结束后 团长也立刻捐出100万元的门票收入 希望能够帮助灾区的重建 尽一份心理 风雨过后总会偏情 虽然重建之路还很漫长 不过有来自社会大众的协助 相信很快就能够回复美丽的港独风貌 记者宋德威 李斯贤 高雄报道